大街上突然有人拉住你 还说超人是你的孙子 你是信还是不信呢 反正这种好事落我头上我是不信的 但是赛格看着手里带着自己家族标记的太阳石 又不得不相信 刚想问问怎么回事 男人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于是 他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父母 父母两人来回地翻看太阳石 看他们的表情似乎也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 父亲直接将太阳石没收了 所以现在他们的身份带着他太危险 但赛格有着满腹的意义 趁着父母不注意又偷偷拿走溜了出来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今天是他和诺莎约定好一起生猴子的日子 在克星生猴子可不像我们地球那么落后 他们只需要两滴血液 基因宝典就会自动为两人融合基因 创造出最适合他们的孩子 并且还会模拟出孩子的人生轨迹 这简直就是生娃神器 完事后 诺莎告诉赛格 父亲之所以选择你做坠血 就是因为你是瓦尔的孙子 他要向世人证明 即便是叛徒的孙子他也能训识 听到这一戏话赛格才明白 自己就是高层用来博弈的妻子 心事重重的他走在大街上 完全忘记此时已经是宵尽的时间 两名巡逻的守卫拦住了他 赛格直接被按在了墙上 在进行搜身时 搜到了他身上的太阳石 并询问这是什么 赛格无法解释 只好转身将两名士兵打倒 捡起掉落的太阳石撒腿就跑 守卫反应过来举枪就射击 奈何枪法太差 一枪都没打中 赛格慌不择路跑到了死胡同 眼看守卫就要追上了 就在危急时刻 一艘飞船突然出现在眼前 最终两人驾驶飞船逃离了此地 安全了之后 赛格连忙问母亲怎么突然出现 原来当初母亲一眼就认出了太阳石 他担心赛格带着他会有危险 所以一直在跟踪他 眼下也是时候让赛格知道真相 随后母亲驾驶飞船穿过瓶杠 来到了荒芜的外域 这里因为早年的战争破坏 导致环境恶劣常年伴有暴风雪 不久之后 飞船停在一座大山前 随着探照灯慢慢地往上照射 一个巨大的S型标记赫然出现 Welcome to your grandfather's fortress of solitude